大家好,欢迎来到零星的阳光厨房 这个夏天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鲤鱼奥运会了 在巴西提拨奥运会,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南美洲 巴西有很大一份国土,是在亚马逊和流域 就是热带雨林地区的水果非常非常的丰富 巴西美食在很多时候都用到热带的水果来进行烹饪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巴西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街头小吃 也是一个非常容易的甜点,就是炸香蕉 巴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有本地的原住民以外 还有就是从16世纪开始进入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者 此外相当于很新名的是非中印 那么在美食的风格上,和中国一样 也是按照普通的地区,普通的民族各有其特点 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炸香蕉是按照西餐的做法 就是从葡萄牙传过来的 我们今天做炸香蕉的步骤可以简单的称为三部曲 也就是从粘面粉到粘鸡蛋液再倒面包蟹 这一碗面粉中我加了一点点盐 这样会更加的有味道 此外两个鸡蛋当中我们加一点点水 让它稍微稀释一点,然后把它打开 面包蟹的制作方法特别简单 你当然也可以从市场上买现成的 或者就把吃剩的面包放在一个密封袋里面 然后用这个擀面杖把它砸碎或者擀碎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有食物处理机呢 放到这个食物处理机里面一搅打非常非常快 这个面包蟹就做好了 我们把香蕉去皮之后呢 切掉两头,然后把它分成三份 然后三部曲,第一步先在面粉里裹一下 好,裹上面粉以后呢 我们这样抖一抖啊,把多余的面粉抖去 之后呢,进这个鸡蛋液里面 把它裹上鸡蛋液 好,裹上鸡蛋液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面包蟹里面蘸一下 把它裹上面包蟹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到锅里面炸了 这个油呢,要到这个筷子啊 放进去,起小泡了 就是油温要比较高一点 等到这个香蕉呢 这面啊,都煎到是这种金黄色 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然后在这个盘子里呢 我们放一个厨房纸巾这样呢 它就吸一下油 配上一大勺冰激凌吃 这夏天呢,是一个非常棒的甜品 如果呢,你喜欢的也可以在这个香蕉上再撒一些糖粉 嗯,蘸点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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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外面特别特别的酥脆 里面的这个香蕉呢,炸了以后啊 由于受热就变软了 就更甜了,而且特别特别软 沾上这个冰冰凉凉的冰激凌 嗯,太好吃了 嗯,太好了